受到支持者促勇 柯文哲撞由臺灣行動列車召走 才搭向國民黨提出的藍白 和整合方案把他當瘋子 事隔一天他這麼說 話說的三溜溜 對於沒有勝算的方案 柯文哲不得不say no 就算藍白要合作 也不能只有在總統層級上頭 民眾黨底線採得很硬 國民黨則是打出猪猴牌 十五位藍儀首長 發表共同連署 力挺黨中央整合方案 喊話柯文哲儘快組隊 整合的過程 我們讓雙方的總統候選人 以及政黨去協商 我想其他的人就不用多講話 那減少這樣的一個爭議 這些主戰派 一天到晚講喊打喊殺 其實我們 其實我們也可以這樣講 但是我們總是以人民的主流民意 為最重要的依規 從藍白會前會後 雙方民調呈現麻花糾纏 但根據美麗島電子報 最新民調顯示 賴清德以散七點七Percent支持度穩居第一 侯友宜支持度來到二十七點六Percent 柯文哲民調大幅往下走 只剩十八點五Percent 與侯友宜差距拉開 尊重各主流媒體 大家長期做的民調 公布之後就不是我們所有支持者最好的一個參考嗎 不必有這些情緒上的字眼 我們就不要刪感情 我們個人不是那麼重要 政黨也沒那麼重要 侯友宜民調提升 藍營希望拉回主導權 打團體戰 催出基本盤 就判複製去年台北市長選舉 勝利方程式 南白河發展至今 誠意善意 宛如打太極 雙方也做好最後各走各路的打算 藉由李孟章代君南投高雄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